您好 林大夫 还忙呢 你忙完啦 要不你先回去吧 今天术后啊 这个孩子 还是发生急性衰竭了 小姐呢虽然认真 但是我怕她经验不足 所以今天晚上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 刚从你最喜欢的 潮流馆里卖回来的 清真雨 过她豆 还有酸萝卜干 赶紧趁着吃 是不是 请大嘴跑去告诉你了 这整个一上午啊 我都在得意 你说我怎么这么难干 去你的吧 我说真的呢 这之前啊 咱爸老人念头 说这个要孩子这事 就是越大就越不好要 可是结果呢 你看你这回来才多长时间 也就这么几次的功夫 咱就重了 重了不说 还俩 要不说这个做事有效率的人 真是体现在各个方面 要我说这人啊 超级自恋真的是体现在各个方面 我可是实实确是啊 你说咱俩这孩子要是生出来 那得多聪明 多漂亮 那也说不准啊 你说咱要是生上两个小美女 咱就让她学唱歌 学跳舞 学钢琴 反正怎么像小公主 咱就怎么给她捯饬 你说有没有可能会是一男一女啊 你就别臭美了 我告诉你 还真说不定就是 那要是一男一女的话 我跟你说啊 我决定我 陈议长 你现在马上到老地方来吃饭 陈议长 今天可是周末 我这好不容易才休息一天 咱这饭局能不能改改 不能 我和许总啊 在老地方等你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咱们的项目审核通过了 真的假的 那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 你们在哪儿吃呢 老地方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啊 这个你一人先吃 回头再说 我再接你啊 又跑了 又跑了 我呢 今天把大家叫了呀 其实主要目的是 行了 老爷爷抓到了 知道了 别打了 你别看我 这事这么大喜事 我能瞒得住吗 行了 今天毕竟是领导的 大喜的日子 对不对 我们请领导给我们讲讲句 来来来 好 好 好 那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从前呢 我这个家 跟咱们医院那值班事啊 没什么区别 但是从现在开始 它就有区别了 我跟许南 也算是有个家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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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or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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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k це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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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Av no 来来来 现在让我们一块儿喝一杯釜酒 祝领导毒 悔头到老 早生贵子 这次我们人事科送错了资料 真是多亏了陈局长给我们破例重交快审 才以至于不让我们这个项目无限期的拖后 现在再加上徐总对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先机投入 更是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是啊 徐总是要赚钱的精明商人 他看好合作医院的项目 现在有情价的提供仪器给本部试点项目 徐总 这可是给您的产品做广告的好机会 陈局长 您可不能这么说 说实话 您二位给的这个有情价可真是低得有点狠 尤其是现在合作医院的审批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基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公司是在给祖国的医疗行业做贡献 林院长 您可是比所有的奸商都更难缠 您可别这么说 我这辈子也做不了一个商人 准确地说应该说是 徐总完全对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通过 有着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才甘心做这个慈善 是不是 对 我是非常有信心 但是我这个信心完全来源于您 多谢 总之呢 咱们这个项目能够得以通过 一是少不了局里领导的支持 其次就是少不了我们合作伙伴之间的彼此信任 来 咱们大家举杯 再干一个 好 来 干杯 她现在是肚子疼 已经四天没上过厕所了 我这是出差回来我才知道的 这 这 你带我 无论什么情况下 一定要保住咱们的孩子 谢谢 廖主任 廖带伍 来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带我已经吓了一半害怕 宝贝不害怕啊 我们先去毕超市 看看宝宝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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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啊 挺好的 你看看 你们的孩子挺好的 这是孩子的心脏 这是脊柱 你看 她手 脚 她还在动呢 廖大夫 现在能看出男女来吗 能看出来也不能告诉你啊 来 李大夫 我来给她做个检查 来 廖老师 她孩子 不错 但是我觉得现在抛妇产的话 倒也是可以 如果她能够坚持到三十七周 就更稳妥一些 孕妇不能照X光片 仅凭B超呢 我们很难确定是否耿阻 和耿阻的程度 我根据她的病史给她做了检查 腹部减压 可以缓解她的休克症状 我只是说如果 如果她真的不存在严重的肠坏死 我们可以保一保试试 其实她现在怀孕是三十七周 三十七周是刚刚达到了 我们医疗上 做月的标准 是不是 其实对于那些早产儿 她会或多或少地 出现很多很多的健康问题 将来护理起来是很困难的 我倒是有个建议 在保证她目前安全的情况下 能保多久就是多久 一个月 几个星期 几天 都是好的 你们看呢 我们尽力 林大夫 孩子病危的两天两夜里 林大夫是陪她时间最长的人 林大夫 真是太谢谢你了 孩子能愿意认了大夫 真是惋惜 千万别这么说 小岚一直在迅速地恢复 如果情况好的话 明天就可以转出ICU了 你们的孩子真的很懂事 他清醒过来之后 一直都很乖 而且非常配合我们 对了 他呀 一直还吵着闹着地 要看电视呢 说是要看你的 火箭发射现场直播呢 孩子这么懂事 我们做父母的却没有做到 你看这同样的话 我又得说第二遍了 你们真的别太自责了 孩子大病一场 你们虽然没能及时赶到 当时我也替他难受 替他着急来着 但是看他这么坚强 又这么懂事 我忽然又觉得 能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 那父母的言传身教 真的是功不可谋 他真的很棒 当好父母 可以做好科研题 还用他 那个 你们待会儿进去的时候 别让他看见你们哭 好吗 他很懂事的 再去看看他 好吧 好吧 爸爸 妈妈 你们别担心 我已经好累了 没有吧 爸爸 你头发长了 这个周末妈妈带你去 剪个头发吧 还是留长发好看 我习惯短发 你习惯短发 跟妈妈一样习惯短发 但是你是留长发好看 你还记得吧 小时候 有一次你是发高烧 我把你带到儿科去输液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走开了 回来一看 我的天哪 我的女儿 我的小公主 她输了一个小鹿唇子的头 好看极了 妈 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一会儿早点回家休息吧 反正这个病人 我也是从头跟到尾了 今天我在这儿守着 你还有什么 特别要交代的吗 妈妈已经没有什么 可交代了 有你在我身边 我觉得特别的深心 林院长给你的处分 确实是不公平 妈 她毕竟是院长 要权衡利弊 也挺为难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在她心里 你一直都是她最敬重的老师 最好的大夫 没有人能替代得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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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吃饭啊 快吃吧 回头你还有手术呢 快吃吧 干嘛喝这么多呀 你难不难受 没事 今天不高兴吗 再多喝两杯 你怎么了 患者的情况不太好 没有 情况挺好的 孩子的恢复能力强 如果后期的护理到位的话 恢复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呀 你说你都当了十多年的医生了 这开心不开心 还是全写在脸上 我告诉你 我刚才一进门 看见你这脸色 我就知道 你那患者情况肯定不好 我有这么不淡定吗 你去张着镜子 好好好 好不好 我承认 因为这个孩子吧 他让我有了太多感触了 我担心我们将来 你怎么说 别担心 也别紧张 咱们会对咱们的孩子 负得起这个责任的 可是特别紧张 特别担心的是你啊 我紧张吗 不说这个了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撤回正常的申请 为什么呀 你 你这刚从非洲回来 又拿了卫生部的嘉奖 论文数目 临床经验 哪方面也都比任何营人都合适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破格提升的最好的机会 为什么要撤回呢 我觉得现在申请还是太早了 之前的那些光鲜亮丽的经历 其实 其实我自己知道 我也没那么出类拔萃 只不过是呢 在工作中 倒真的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以后再说吧 不着急 是不是我当这个院长 你怕别人说闲话 严初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这事我不同意 因为这样做反而太刻意了 对你不公平 我觉得挺公平的呀 你看 咱们现在有孩子了 而且一游游就是俩 接下来我会把更多的时间 都用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工作上 也就不会像之前那么拼了 正高的生气 得孩子大一点再说吧 你看 我是真心的 这事以后再说吧 好吧 你又心软 全部这么多人找您家号 您家得过来吗 嫁不过来 我嫁不过来 不是你想过没有 你那大老远的跑来找你 你能可以吗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你身上了 也许我们这些人的存在 对别人是有用的 这吧呀 我想过了 也许我们只要再辛苦一点 再累一点 我们会让别人看到新的希望 真的 你说说 世界上还有什么职业 比当一个大夫更令人信任 还有什么职业 比当一个大夫更有成就感 来 请不吝点 雨花 怎么还不睡啊 姐姐 她 她还是没有来看我 会不会 她也觉得我不自重呢 你恨她吗 不 她也是怕 算了 反正我又不想 我又是愿意 我喜欢她 那就别管她怎么想 自己好好的就行了 可是 这几天 周围人的眼神都是那样的 我还听别人说 做那小酒流产 做大手术 以后是不会要珍静人间药的 不会的 雨花 你别多 我想了啊 现在最重要的 是好好养好身体 别的问题以后再说 听姐姐的话早点睡觉啊 有些人 比你不堪百倍 做错了很多 可还是有很好的人对的 好 我尽量跑到三十七周吧 但也要根据情况而定 如果一旦提前做手术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 护士长 你把今天三台手术都并案都送到办公室来吧 好的 谢谢 以后别等我了 好 特别没补 实病大台手术就要做到天亮 你饿不饿呀 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不 不饿了 你赶紧睡吧 明天你们还得带孩子 去电视台录节目呢 什么时候 我们俩有了孩子 我就跟我们院里的领导 申请 别给我安排那么多工作 我得好好在家 相亲孝子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女孩啊 女孩跟爸爸亲 你呢 我男孩女孩都喜欢 要不然咱们就剩两个 别给我这么大压力啊 玩意要我不行呢 你还不就不要我了 主任 这什么样子 好 放下来 嗯 保护着 这边是船 我用的是拳拔 你注意它的呼吸和心跳 好的 有声明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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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 老大了 对谁都不好 是 对我女儿 就更不好了 她马上就要考美术学校 专业课都过关了 我马克这孩子不差 可怎么就谈成这么个事 昨天晚上 那臭小子她妈 拿了那么多钱 说只有给孩子住院补偿 要供孩子念完美术学校 可是除此之外 她别的什么也没讲啊 她什么意思 叔叔 姐姐 我会有事的 这是最新的检查结果 水电解质平衡呢 已经纠正过来了 可以暂时做胃肠减压 营养支持 但是我觉得 还是尽快做手术吧 三十七周恐怕坚持不到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保留她认身 然后我们能不能保留她认身 我在这个情况下 给她做那个腐腔筋的手术 等胎儿出来了以后 再给她做化疗吧 这个手术 伟天叔做不够 这样 一会儿早上房 我问问 等她也行 喂 廖老师 怎么了你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小春 怎么了 快服下廖老师 我去吧 好 好 坐会儿 我刚算了一下 还有二十七天 我就该退休了 还舍不得呢 萧主任都催你去做造影了 找什么急啊 退了休 三十七天 有几分钟可以去做 走 我带你去值班室睡一会儿去 别停止了 好点没 从我回来你就说 带我去室楼下那小笼包 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二十七天以后 天天可以吃 是 余大夫 还是你管我 太好了 你啊 得好好配合治疗 别老听你公公婆婆瞎说 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懂 是是是 我打水去 还有啊 你别天天想着什么 拿自己的命换孩子的命 自己的孩子 要自己照顾长大才放心 对吧 我妈很早就生病了 后来就瘫在床上 就再也没人照顾我了 不过她躺在我身边 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就觉得不像是没妈的孩子 别太早让你的孩子 成为没妈的孩子 余大夫 我真喜欢你 你看你男朋友李大夫 多好啊 你们这一段我都喜欢 早点结婚吧 晚了 坏孩子真难 你休息吧 来 苏大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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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那是为了让唐平配合治疗 所以我才跟她说 我对别人的秘密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是来做早查房的 不是来听你的秘密的 可这真的是误会 我当时真的是因为唐平她不接受男的给她看病 所以我才骗她说李瑞是我男朋友 然后她她就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我对你的小心思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些事情别说我不会跟李瑞说 就算我说了她也会一耳朵听一耳朵冒 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还有啊 如果你心潮依旧澎湃的话 要么去楼下跑个步 要么去水房冲个凉 别再跟着我了 拽什么拽啊 你如果懂李术的话 应该叫我苏老师 苏老师 你以为你自己什么大专家呀 你先把这男的护士拿出去 好的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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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呢 领导证找你呢 这找我干嘛 肯定是因为病人的事啊 我又犯什么错误了 瞧把你给紧张的 领导 这是我的手绘图 这是我的手绘构想图 您看一下 有什么想法吗 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份报告 我给你念一下啊 大肠癌侵入基层之前 现已局部扩散 现已早期肿瘤 有延长臂神经周围的淋巴间隙扩散 我认为 唐平现在最适合做的 是妊娠期保守治疗 之后做腹腔径辅助 直肠癌切除手术 术前肠胃减压 让他空腹24小时 术后做直肠癌饮食护理 这两次住院的各项检查结果 都是由你来负责的 不错 听上去 越来越像一个主管大夫了 她的肠腔组情况呢 已经得到了缓解 刚才我跟韦大夫也商量了一下 我是想等她情况再稳定一些 在保住胎儿的情况下 做肿瘤摘除手术 如果手术后 胎儿保住了 三十七到三十八周 我们做抛肤斩 然后再化疗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 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 你是首诊大夫 你总结一下 下周见习生典型病例讨论的时候 有你出讲 我 我哪有资格讲课啊 给近期实习的同学讨论典型病例 那至少是主制负责奖的 那至少是主制负责奖的 我们的郁大夫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自信了 拿职称评论能力 你 你也不用换个法子 嘲笑我自不量力 这大才输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次是真的啊 我看见你这么谦虚 我都不适应了 典型病例讨论 自从我们以查房教学士的方式 进行这种讨论开始 就没有什么支撑上的限制 只不过是大家习惯了 让主制以上的大夫来讲 不过 这回我想突破一下 从你开始 我希望 让最了解自己病人情况的管庄大夫 来负责主讲 从我开始 你这么灵牙利齿 能说会到从不卸场的人 能从你开始 不是最合适的吗 我 当然 将来你写病例报告的时候 我会和你一起修改讨论 腰挺直 好 好 小朋友们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上台的时候啊 一定不要看镜头 尽量不要紧张 一会儿我们上台的时候啊 就像我们大家平时排练的那样 你们就已经很棒了 老师相信你们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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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跟我来吧 去吧 你路上小心点 听见没有 拿着身呢 赶紧就回家 我已经到医院了 放心吧 放心吧 我当然得把他们看住了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西医 再把他们大孙子给害了啊 你说治君这傻小子 没心没肺的 就让人把皮给摘了去了 还把老婆孩子往这儿送 你说这 这 这不就跟让人给 给上了什么招伍似的吗 哎 老李 老张 哎 过来 来来来 摄红鸡蛋 谁的呀 老李 摄影师老李的媳妇生了 生了啊 小子 八斤多呢 八斤啊 哎 他们效率可真够高的呀 这算一年多一点儿子都出来了 可不是吗 这就是神枪手了 种子好意得堵地培 关键是老婆给力是吧 对对对 来来来 吃吃吃 来来来 之前去市馆又失败了 结果她老公险逼得跟她离婚了 太可怜了 那能怪谁啊 谁让自己年轻时候不减点呢 现在女孩都不知道想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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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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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哎 我儿媳妇那饭呢 哦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订饭单上没有您的记录 什么 没有 哎 那那人家都有 怎么就没有我们家的呀 啊 你是叫我们好欺负 还还 还是觉得我们交不起钱呢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这上没有她的订餐记录 那凭什么不给饭吃啊 啊 是这样的 四床呢 患的是肠梗组 他在被进食当中 所以不能吃东西 你找什么理由啊 那人家都能吃 我们怎么就不能吃饭啊 您看这里吧 四床 这里 医生的医嘱 进食二十四小时 肠胃减压 他昨天晚上的医嘱 所以到今天晚上九点之后 才可以吃东西的 啊 这 这中午现在不给 那连晚上还不让吃了啊 啊 反正是在你们这儿 你们该怎么矫情 你们就怎么矫情 是不是 哎 那是真的假的呀那个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可以去找护士长 找护士长 我找谁我也不怕 问题我找她干嘛 我儿媳妇的没饭吃 爸 我昨天是疼得糊涂了 但是护士这么一说 我好像记得 大夫是说过进食 啊 志军回家去取我的换洗衣服去了 他一会儿就回来 他应该记得 哎呀 你说你这儿插什么话呀 啊 这他们都不给你饭吃 你还胳膊椎往外拐呢 你吃不吃不要紧 对吧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总得吃吧 你跟志军你们俩 都是两个糊涂蛋 啊 你说守着这么多医院 去哪儿不行啊 那非上那个 把他那匹都摘了这医院了 我跟你说啊 萍萍 我早就觉得 这个地方啊 跟咱们老胡家犯冲 啊 这个四号床的主治医生呢 是苏大夫 他现在在手术室 等他下来了 你们再跟他协商吧 我我我 待会儿我就长得算账去 我现在我现在没工夫 我现在先先先先先 先让你吃吃饭是吧 你得吃吃饭 你不能饿肚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 更不能饿肚子对不对 我现在我就上外面了 我我给你买点好吃去 啊 好消化的 有营养的 你等着啊 别着急啊 爸 爸 老师 嗯 刚做完手术 嗯 您说这唐平他们家人也是啊 都这样了 还拒绝治疗 你那天跟他说这些话呀 都是浪漫时间的 还不如不说 又在发牢骚了 来来来 过来坐一会儿 让我这个老法师给你洗洗脑吧 哦 怎么啊小伙子 您现在老觉得跟病人聊天 那是浪费时间 你浪费什么时间呢 我不瞒你说 现在医学能解决的 那是太小的一部分了 尽管我们都积尽了全力 但大部分的 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所以这个时候来自于一个大夫的 蜻蜓和安慰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 偶尔去治愈 大部分 是在安慰 他们表现得都非常好 是这样吧 徐老师 那他们先回去休息吧 今天孩子们也怪累的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徐老师 再见 拜拜 再见 徐老师 再见 妈 我今天表现得特别好 怎么突然又去郊区录节目了 不是在电视台吗 电视台的摄影棚出了点问题 我们就挪到郊区来了 太晚就别往回港了 我也不放心 谢谢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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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而且随医值这么高 真是双胎啊 不会是不到胎怎么样 你闭嘴吧 这么一会儿你都跟我道了两遍了 你这刚怀孕没多久 说了门不正常太焦虑了 不是 只是 能怀上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现在又是你了 我觉得这种幸运不太真实 谁当时跟我说双胎胎不幸来的 我当时不就是顾虑我能忙 对吧 怕顾不过来的这事 不过 自打我现在已经决定 不再升起正高了 我整个人彻底轻松了 我可以接着 对吧 你不省钱啊 袁非多好机会啊 玩什么好事都让你摊上对吧 玩几年就玩几年吧 太不容易了 到头来还是当妈的牺牲事业 为孩子多 她掺过什么呢 你什么时候牺牲过了 你一天到晚就负责冒昧如花 你看看 我请你别人 你俩处买什么呢 领导 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刚说完你们家这荷尔蒙不正常 你也开始了 谁当初说不要来着 激动了 你看着我激动了吗 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呢 你这么早来干吗来来 检查工作呀 我心疼我老婆 不行啊 快走 好好工作 想吐 你两侧的输卵管几乎完全堵塞 沾连严重 跟十一年前流产有关系吗 如果人工流产做得不好 或者事后恢复不好发生感染 发展成盆腔炎又没有系统的治疗 确实有可能造成输卵管阻塞 喂 你好 是李先生吗 我是 我找许楠 许楠 许楠没在 你哪位啊 我是电视台制作人 我想问一下 你能联系上许楠吗 今天上午录节目 我们想加点内容 想跟他一块商量 他跟我说 去你们郊区录节目了 晚上要出基地呢 郊区 没有啊 我们今天一直在本部录到下午四点呢 谢谢大家